Bancis是一名经营服装买卖的商人 他会将每个月赚到的钱 存放在苹果银行里面 周而复此 苹果银行已经存放了大约的数目 会如何处置呢? 其实苹果银行不会只是将钱存在银行里面 会尽量将资金向外借出 同时为了控制风险 央行会规定银行 不可以将所有的资金存数借出 要将某个百分比留下 这个规定就是存款准备金了 假设苹果银行存款有100万 而存款准备金率是10%的话 即是苹果银行必须要留下10万元 在银行里面不准借出 其他资金就可以作借贷用途 譬如Francis希望借贷做生意 银行就可以借出最多90万 事实上存款准备金率是不会固定不变 国家央行会因应市场的状况 上调或者下调这个比率 而控制资金的流动性 那究竟央行何时会调整这个比率呢 当国家央行发现市场的资金太多 形成通胀 就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去回刚才的例子 假设存款准备金率 由10%上调到20%的话 苹果银行只可以将100万存款里面的80万借出 以后当我们见到这个政策出台 可能是代表央行留意到通胀的严重性 又或者经济发展太过刺热而推出政策 相反 究竟什么时候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呢 就是当经济发展缓慢 通缩和市场投资情况不理想的时候 央行就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了 例如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0%下调到5%的时候 苹果银行就会将100万里面的95万借出了 其实存款准备金率会有成素效应的 例如银行可以将原本的100万存款 最多可能变成1000万去借出 去回刚才的例子 苹果银行有100万存款 而存款准备金率是10%的话 其实借出的90万是有机会由市场流入银行里面 而银行又会将这90万留下10%去借出81万 而81万又有机会流入银行里面 银行又可以借出71.9万 如此类推 这个就是成素效应了 在数学上成素效应公式就是 银行存款随以存款准备金率 去回刚才苹果银行的例子为例 就是将100万的资产随以10% 就是1000万了 所以当这个政策控制不当 很容易会引致经济泡沫打破的 不过事实上银行也不一定会将资金存数借出 要视乎经济状况 例如银行认为经济转差 其实有机会将部分的资金留在银行里面 另外如果市民认为经济前景不明朗 银行也没有借贷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留意上条或下条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加掌握到经济脉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